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代十国风云路 十国篇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大家好 我是罗宾 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讲 五代十国风云路 十国篇 南汉 上回我们说到 刘胜终于杀兄继位 做起了南汉的皇帝 明成祖朱棣起兵静难 夺位后大开沙界 南京城中血流成河 失机如山 甚至号称中国千古第一明军的李世民 都没能免这个俗 上台就把李建成 李元吉的儿子斩尽杀绝 刘胜自然也是照抄老文章 第一个遭殃的是寻王刘洪稿 刘洪稿本来有功 但是有功又怎么样呢 韩信灭楚 尚且难免足诸 刘洪稿对四哥脾性也是很了解的 知道刘胜当政 自己就要坏事了 南汉英前元年五月 刘胜让刘洪稿入宫 说是有事相生 刘洪稿还算是个人物 她知道自己恐怕死到临头了 只好沐浴更衣 在佛前拜了几拜 说了一句已经被许多帝王重复过的话 求佛祖保佑 来世转生 莫生于帝王之家 然后入宫 她果然被杀 并且尸骨无存 南汉高祖刘言虽然也是残暴 但是好歹只杀外姓 捕杀亲族 刘胜却专门残害 手足兄弟 刘洪稿虽然死了 但摆在刘胜面前的还有岳王 刘洪昌 刘洪昌为人宽厚有礼 身得重心 刘胜觉得一日不除掉刘洪昌 自己的地位就一日不稳 前河二年三月 刘胜命刘洪昌 去昌华宫祭奠叔父 襄皇帝刘尹 刘洪昌并不知道这里面有鬼 自然遵皇命 拜祭叔父 没想到 刚进到昌华宫 就被刘胜派出的杀手给杀了 刘胜有的时候也怨恨老爹刘言 早知只能有一个人接替皇位 何必生出这么多皇子 也省得他一个一个的动手 要知道 在刘洪昌下头还有十几个兄弟呢 这可怎么处置呢 刘胜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统统统杀掉 在大开杀戒之前 刘胜仰天说道 弟弟们 休怪哥哥手辣了 要怪只能怪爸爸 为什么要生出你们 紧随刘洪昌见阎王的 是韶王刘洪雅 看到皇帝大开杀戒 那些曾经拥戴不同皇帝的大臣们 都觉得危在旦夕了 果然 已经杀红眼的刘胜 也没有饶了这些战错队的文臣武将们 这时候 曾经带人刺杀刘斌 在刘胜称帝中功劳最高的陈道阳 也开始害怕了 便偷偷地向老友瞪身求救 邓身没有说话 送给陈道阳一部汉记 陈道阳莫名其妙 什么意思 邓身大骂道 愚蠢 什么意思 韩信和彭月怎么死的 书中都是有名在的 自个儿查去吧 陈道阳这时才醒悟 刘胜要对自己下手了 没等陈道阳想出宝身妙法 刘胜就已经准备对他下手 前河四年九月 下诏收陈道阳 邓身三族 移诸广州市上 这时的刘胜已经杀红了眼 管你同父还是同母 总之刘胜不希望任何一个威胁自己地位的人留在市上 南汉前河五年九月 刘胜派出刀斧手出发 将弟弟齐王刘洪碧 贵王刘洪道 定王刘洪义 汴王刘洪己 义王刘洪俭 恩王刘洪伟 义王刘洪赵 以及他们的儿子 尽数杀币 至于刘胜的侄女们 刘胜学习了南朝宋孝五弟刘骏 大发善心 一个不发 全都没入宫中 这时 刘胜的兄弟们 只剩下了高王刘洪淼 通王刘洪正 刘胜杀累了 要休息一下 所以让这两个代徒之阳多活两年 刘胜是当年 刘衍和湖南马氏所生 这次和亲给南韩带来了多年的平安 利益很大 于是刘胜也想学学老爹 从湖南弄个美女过来 乾和六年八月 他派公布侍郎中允章 去长沙找楚王马西广求婚 马西广知道自己这个外甥不是个好东西 怕把女儿送入湖口 决定拒绝这门亲事 把钟允章给撵回去了 刘胜得知自己悲剧 气得在殿中团团转 问钟允章 湖南情况怎么样 钟允章自然知道刘胜的意思 便道 湖南兄弟残杀不已 无力南下亲我 不过陛下可以趁楚乱北上 千载粮食 错之可惜 刘胜咧嘴大笑 击派指挥使吴巡 和大太监吴怀恩 领军北攻赫州 这时的湖南楚国 已经不负五穆王马阴时强大 政局动荡 楚军战斗率低下 对于老百姓来说 和平最好 但是对于军队来说 战争才是他们的生命线 南汉军很快攻破贺州 虽然楚军来救 但凡被吴巡射下的埋伏 给打了回去 话说吴巡在城下挖了大坑 架上竹竿 铺好浮土 楚军那知道 上来就掉了进去 剩下也被一通乱杀 全都溜了 南汉军乘胜 在贵北湘南一带 大肆掠地 这里也不是楚国的核心统治地区 楚军精锐都在湖南本土 所以南汉军跟玩似的就拿下了重镇 贵州等六州 扩大了地盘 南汉的北线战略防御体系更加稳固 但是刘胜和父亲一样 凶暴残忍 在战争之中从不留余地 他拿下贵州等地之后 没有停歇 而是继续北侵 趁着楚国严重内乱的机会 攻入长沙 灭亡了楚国 拿下了长沙后 刘胜又看上了南汤 离井的地盘 派太监潘重彻率军北上收宾州 与南唐军大战于城下 这两支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叫杀 结果南汉胜利 刘胜基本占领了湖南全境 经过这段时间的厮杀 刘胜自语为神武雄略 开始做长夜欢 大造宫室 略民间女子入宫 供他享受 大太监林年玉 和宫人卢琼仙等人 也跟着主子胡甲胡非 作乱朝中 南汉局势虽然没有像湖南那样崩溃 但国事也在刘胜的牛淫中 日渐衰落 战争方喜 刘胜又开始处理内政 这时那两个可怜的弟弟 刘洪淼和刘洪正 还在窝囊的活着 刘胜决定拿他们祭刀 前河十二年四月 刘胜派林炎玉 毒死刘洪淼 刘洪正 截至前河十三年六月 南汉高祖刘衍的儿子们 除了在位的刘胜之外 其他的都被刘胜所杀 一个不留 不久 和刘胜残忍为祸的亲密战友 林炎玉病死 消息传出来 除了刘胜自己栖栖烟之外 举国皆和 老百姓竟然还有偷偷放鞭炮者 足见林炎玉这个魔头 在民间的形象又多么可怕 刘胜玩累的时候 就派人刺听中原的消息 这时中原政权已经更迭到了后洲 世宗柴蓉已经夺下南唐的淮南十四周 国危急胜 刘胜有点害怕 想学老爸去向周朝称臣 他决定介入湖南北上 可是南汉此时多行不义 别说是湖南 周边所有的军阀诸侯都不给刘胜好脸色看 不给让路 一家敌人还能开打讨回颜面 但要是四面楚歌 刘胜不免心中气内 再无斗志 不过这人真是心宽体盘 他说 称臣又如何 柴蓉要是能横扫天下 早晚也不会放过我 要是他没这样的本事 远在岭南的我 更不需要害怕 想清楚了自己的处境 刘胜反而大扯大悟 对酒耽搁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趁现在还活着 抓紧时间享受吧 刘胜美美持金尊牛银 叹道 时局如此 我能在死后不做福求 已是人间大幸 子孙辈如何 任他洪水滔天 听天由命 刘胜除了喝酒 就是玩女人 千和十六年八月 刘胜终于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死于广州 年三十九岁 刘胜的长子 魏王刘继兴继位 改名刘长 同时改元 为大宝元年 通过对南汉历史的了解 不难发现 这个荒唐的朝代和南北朝的北齐特别相似 刘尹类似高城 刘衍类似高阳 刘胜类似高湛 而刘长又向起了后主 高伟 唐太宗和魏征曾经有一段对话 讨论周勋帝宇文云和其后主高伟 孰优孰劣 魏征这次有很精辟的见解 周勋帝虽然骄狂残暴 但微服能够自专 而其后主 于诺无能 朝中豪门用事 只是一个败赦 两相比较 高伟不如宇文云 其后主高伟 当皇帝十二年 除了玩还是玩 大权被胡太后 和氏开 甚至还有陆令轩等人拔职 好容易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胡绿光 还被害死了 高伟什么样 刘长就是什么样 甚至比高伟还不如 刘长继位之后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大权进负大太监 龚成书和陈炎寿 虽然南汉朝并非没有人才 但是刘长认为 首先那帮文武都是有身家的人 本家的都信不扩 更何况这些外星呢 太监就不一样了 他们已经去了市 没有后代 用起来放心 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之祸 以东汉 唐 明 三朝 最为致烈 皇帝之所以 宁用宦官 不用贤臣 原因还是在于 家天下的私有性质 亲戚也不能随便相信 尤其是在东汉 自明章一乡 东汉一百多年历史 就是外戚和宦官 惨死厮杀的历史 当然 对于南汉的历史来说 这些都不算是最荒唐的 刘长干了一件让历史 哭笑不得的事 对于那些享有藩作为的大臣 也并不是不可以施展报复 但是有一个条件 阉割后再用 你说 除了一些无言无始的 性俊小人 正人君子 谁会干这样的事呢 所以 南汉的大权 依然是有工程书 这些人来把持 估计这个千古第一艘主意 就是工程书想出来的 不想让别人 分吃自己的蛋糕 刘长把正事 全都丢在了一边 自己在宫中和波斯女人 寻欢作乐 南汉的对外贸易比较发达 所以来广州的就有许多湖人 刘长当然想尝点异国风味了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叫房胡子的女巫 胡吹自己是玉皇大帝 降临真身 刘长是个饭桶 当然身心不疑 在宫中设下大帐 让房胡子穿着道服坐在上面 指点江山 称刘长为太子皇帝 刘长则跪在地上 听玉帝旨意 工程书和房胡子 是一伙的 自然狂拍马屁 房胡子便对刘长说 公公是玉皇大帝 派来辅佐太子皇帝的 不能对他们不敬 否则老天也不会饶你 刘长傻子一个 说什么就是什么 大宝二年十一月 宰相钟允章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劝刘长不要这样胡闹下去 杀掉这些热士的太监 重振国事 但是刘长早已玩上了瘾 非但不听 还把钟允章的要求 对工程书等人说了 这还能有好吗 自古言道 罪君子不罪小人 这几个宦官怀恨在心 趁着钟允章准备皇帝 祭祀大典的时候 让派监取言真 诬告钟允章谋反 然后工程书和内奸李托 都说钟允章谋反人证物证俱在 不诸何代 刘长根本就没有主见 工县上说他反 那他想必肯定是要反的 于是将钟允章斩于狱中 并遗三足 钟允章是南汉的老臣 忠贞不二 钟允章背上 其他人更不敢来管这些乌糟事 都做了哑巴 搬倒了钟允章 工程书成了实际上的南汉皇帝 刘长不过摆在那里当个花瓶 对刘长来说 工程书他们是为了自喜好才代理朝政的 只有他们带做决断 自己才有功夫宠幸美女 唐太宗曾说 用君子则君子皆知 用小人则小人静静 南汉朝中宦官用事 自然上来的多是些瘫痞小人 有些人干脆一咬牙取了室 进宫当了太监 跟着宫老大享福去了 南汉宗人口不过百万 而混迹于宫中的太监 居然达到了两万人 比例高达百分之二 这实在是太耸人听闻了 太监陈炎寿为了讨好刘长 劝刘长学习刘胜 诛灭兄弟 以防他们造反 刘长一听大喜 公真国事无双 好办法 这次首先倒霉的是贵王 刘玄兴 接下的还有三个倒霉鬼 庆兴金王 宝兴祥王 崇兴梅王 浅收拾 不过刘长现在暂时没动他们 反正他们也跑不了 刘长当皇帝不到两年 中原已经连换了个信 赵匡印兵便上台 而且一上来就摆出了 要统一的架势 昭陶使少廷娟对此看得很清楚 劝刘长说 天下崩乱百余年 所以我朝先祖才能在岭南称雄 天下大事 和酒必分 分酒必和 赵匡印素有雄略 统一是迟早的事 如果陛下不想振兴祖业 与赵宋对抗 那么就应该学习理解 向宋朝称臣 刘长是个文盲 什么都不懂 只觉得 少廷娟没大没小 这是在跟皇帝说话吗 赵匡印是谁 管南汉什么事呢 于是 他罢出了少廷娟 刘长从来就没关心过什么天下大事 那不是他的工作 他现在主要负责 趁年轻赶紧玩 不然老了就玩不动了 刘长听说 那世间李托有两个洋女 长得倾国倾城 大女儿做贵妃 小女儿做美人 刘长和他们日夜欢愉 李托英女得势 胜为内太势 和工程书平起平坐 国内鸡飞狗跳 国外天翻地覆 南汉大保八年 宋朝出兵湖南 灭掉周宝泉 随后南下攻克宾州 此时的宋军已经去广州 不过二百余里 甚至说如果赵匡胤愿意的话 大宋军队可以陈发西至广州 刘长这才明白过来 赵匡胤是谁 他从小生长在广州 可是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也会到汴梁去喝茶 他不想去 他开始知道害怕了 此时广州城一片惶恐 那些平日飞扬跋扈的太监们 气焰也都灭了 刘长见到众臣都没有好办法 突然想起 有个少廷娟的官员 好像说得有道理 于是就又把他从大处中启用 并主持军务 严防送军 少廷娟为人耿直 也颇有套掠 虽然不能立刻把南汉军 辩废为保 但经过整顿 南汉军队也多少焕发出了当年的升级 朝廷剑有了雄兵 也不像刚刚得知宋军南清时的患控 大太监公成书等人换过神来 觉得不对劲 哪能让少廷娟得势啊 在他们眼中 没有对错 只能看见权力属于谁 现在 大权旁落 那可不行 他们才不在乎皇帝姓什么呢 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于是为了掌权 他们决定除掉少廷娟 而且这次不再是罢黜 而是永远的 让这个人在南汉消失 上下五千年 读史有学问 我是罗宾 刚刚您听到的是 三峡出版社出版的 由江郎柴靖撰写的 五代诗国风云路中的 诗国南汉片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